各位同学,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1号 欢迎大家来到生活新科技快乐学会的视频课程 我是Stan电脑老师 很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 有关这个LINEAPP的最新的功能 有记得我们在2020年,也就四年多前 我们COVID-19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和学生就改由网络上课 那时候我就坚持使用LINE的功能 作为我们主要视讯教学的工具 我们跟其他的公司或学校团体 常使用的Room Meeting不一样 而是充分花费LINE它本身视讯的一些好用的功能 长时间网课下来 很多同学都熟悉了LINE上面使用的一般的功能 再加上它很强大的视讯跟荧幕分享等等 这些我们在课程的过程中都学到了不少 那因为我们LINE这个APP是经常会有更新的一些新的功能 它的版本不断的更新 所以很多的新的功能一般人都不太熟悉 那今天我就要利用这个时候 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LINE最新的功能 它有哪些使用的技巧 再加上我长时间使用LINE的一些心得 来跟各位分享 等一下我会先透过电脑的画面 利用这个Portpoint就是投影片 来跟各位先做一个教学的说明 接着我们会透过我的手机 播放出来给大家操作示范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手机上面的操作的情境 那我们现在马上把镜头转到老师的电脑上 来跟各位仔细讲解 我们已经把镜头转到电脑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投影片的画面 直接来播放 LINEAPP最新好用隐藏功能 我们今天主要四个TOPP列在这边 请各位自行参考 那我们要首先介绍的叫做LINE的Labs 这个Labs就是它的一个实验室 复迷思议它就是一个最新的功能 还没有发布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经由设定进到LINE Labs里面去尝鲜 那这里面我们有三个功能 一个叫做聊天室分类 我们列在这边 如果我们开启聊天室分类的话 就会新增一个全部好友群组官方账号等 把它分门别类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不同的类别中 去快速找到你要的聊天室 另外还有两个 就是叫做媒体搜寻功能及预设浏览器开启功能 那这两个是针对iOS也就是iPhone手机的用户开启 那Android的可能会近期会跟进 那我们看一下还有就是匿名截图 那我们在使用LINE的时候 常常会有需要在聊天室里面做一些对话 或是把一些情况把它截取下来 就类似我们在很多时候常常看到政论节目 他们在讲说LINE聊天室里面 把它证据保存下来等等 这些做法就是可以利用聊天室里面 有一个叫做截图的功能 那想要截图的时候很简单 只要在聊天室一直按下去 就可以出现让你选择截图 那截图的时候 他会问你要匿名截图还是直接截图 所谓匿名截图就是把这些头像旁边这个名字 就把它涂鸦掉 那也就是说可以看到对话的内容 但是看不到那个LINE的账号的名称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隐藏 或是保护那些发言人的 在群组里面聊天人的一个隐私权 那还有今天我们会来介绍 最新的一个叫做AI小帮手 也就是LINE上面的Chain GPT 它这个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AI很流行 那老师也开了一些AI的课程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到 常常使用AI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免费版本它都有次数的限制 那目前我们在LINE里面 这个官方账号有设定一个叫做AI小帮手 各位只要扫描这个QR Code 将这个LINE的聊天机器人加入为好友 就可以直接在对话 就好像你跟朋友在聊天一样 它就可以来执行你交给它的指令 或是你输入的一个Pump提示词 它也可以很快地回应你它的反应 那这个AI小帮手 那我认为它有很多的应用 那我这边列出我们常常使用的一些基本功能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Chain GPT来翻译 我们在使用AI小帮手把它叫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官方账号 它上面其实也有讲说 画图、语音、对话、口译都支援 那我们只要按下聊天 这就可以进到聊天室里面 如果我们要翻译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翻译、空格、语言 然后把要翻译的文字列在后面 然后按传送 它就可以将你要翻译的语言把它列出来 那另外我们也常用到就是 将YouTube的影片网址贴上 AI就会根据这个荧幕 自动生成影片的重点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很 在看影片之前就可以掌握到这个 YouTube影片里面的内容 另外就是语音操作 我们也可以透过跟它用对话 麦克风的方式 将录音档传给它 它就可以辨识你的声音 然后直接把那个提示词 转到它那个语言模型资料库里面 就可以将它的答案直接传回来给你 也是非常方便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 在使用LINE AI小帮手的时候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老师这边特别提供三点 第一个就是小心切GPD的诈骗 因为这个很流行 大家都认为说这个是非常好用 所以诈骗集团也是利用切GPD来做诈骗 那我们在LINE使用之后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LINE上面有很多 除了小帮手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所谓官方账号 或是有一些人利用这个功能 去设定了一些聊天机器人进行诈骗 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就是以正常的方式吸引使用者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可以提供要求你提供个人资讯 或是进行其他非法交易 所以老师建议 在我们不熟悉的情况之下 不要相信那些未证实的切GPD服务 尤其在LINE上面 或是微信 或是其他的社群媒体上 都要非常小心的使用 另外我们在使用小帮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利用群组 把他邀集到你群组的成员中间 那群组讨论的时候 如果有其他人在发言 他是有时候会回复 或有时候不会回复 如果你要确定他要回复的时候 你可以在讯息栏位前面加上 清探号 紧字号 dollar side 或是百分比符号 这样子他看到这一个 第一个字的这个讯息 是这个特殊符号的时候 他就可以来回应你的提示词 另外第三点就是 我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 像小帮手AiChat GPT等等 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泄露个人的隐私或敏感资讯 以免遭到不肖份子的利用 如果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我们就可以立即停止并通报LINE 另外老师根据多年使用LINE这个工具 得出了一些个人的经验 那我们尤其LINE里面有一个好用的功能 就是group 就是所谓的群组功能 那一般人在使用群组的时候 老师这边有列 可能是家人啊 或是朋友啊 或是同学会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团体等等 那就会用于在分享讯息 大家聊天啊 联络感情等等 那我在这边使用的时候 还有两种不同的用法 第一个用法叫做个人群组 那个人群组就是 群组一般都是有很多人加入 那我这个个人群组只有自己一个人 主要用于个人的资讯的存取 或是测试 或是不同的设备之间 比如说电脑跟手机 或是iPad等等 这些传送的时候 都是用同一个LINE账号 就可以再将档案 或是讯息在跨不同平台 或是装置之间 做一个交流存取等等 那另外还有一个 我个人也常用的 叫做任务群组 除了我们上课的时候 有不同的班级 不同的课程 都有不同的群组之外 那我自己在平常工作的时候 有因为不同的专案 或是不同的任务 我会设立一些个人使用的群组 这些个人使用群组 也许不止我一个人 可能会加上一些官方账号 比如说AI小帮手 我可能里面就有两个人 就一个是AI小帮手 一个是由我自己来组成 那这个主要目的是用于特殊任务 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来做一个手机的展示 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我们今天也要花一点时间来告诉大家 照片编辑 照片编辑很简单 在我们LINE里面打开照片的时候 在传送的时候就直接按下这个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 它一开始会显示这些工具在右上角 如果它不见的时候 你可以先离开 重新点照片进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工具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选择不同的工具 在选择完工具之后进行编修 最后完成之后再把它指飞机射出去 就是分享出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些 这主要的工具有哪些 有滤镜 裁切 或是编辑影片 这些都可以使用 那有三个重叠圆形的图示 就是滤镜 那裁切就是四方形裁切的图示 也可以调整比例 老师也做了一个截图 这个比例可以设定 圆图的比例 1比1 4比3 16比9 等等 都可以去做 用手指头去触控 滑动它就可以了 那编辑影片 它也有很多功能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列出来 它的所有功能 那我们主要是 针对照片 当照片的编辑功能熟悉之后 我相信各位在使用编辑影片的时候 也是可以举一反三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叫涂鸦或是马赛克 那在这边老师举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我在后院造的 我们家后面的山头 上面有电线 电塔 还有电线杆等等 那我就用马赛克的工具 手指头在画面上轻轻抹一下 就可以把电塔或是电线杆给抹去 抹去或是变得模糊化 这样子可以去做一些局部的修改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达成我想要的效果 当然这个比起专业的类似Photoshop这种照片编辑的专业软体 当然是有所不足 可是对我们一般人在使用上很轻易就打开这些工具 很容易就花个几秒钟就可以把这个照片处理好 送出去实在是非常方便 另外还有一些工具 像比如说文字贴图 比如说在这边老师就点开文字 就是一个T的图示就可以打字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片里面或照片里面 加上你要的中英文文字等等 就可以把它这个存起来 就可以完成修改照片或是图片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再把它分享出去 就达到我们家图中有文字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在做贺卡的时候 或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早安的一些长辈图 都是可以很快利用这种方式 只要自己有一些照片再加上文字 就可以做出美美的一个贺卡送出去 实在也是非常方便 另外我们也要讲到手机版跟电脑版的差异 主要这个部分我把它列入叫做 在除了三个主要的topic之外 我们把它列入bonus topic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个群组里面 大部分人都是用手机来操作LINE 可是对于我来说 我长时间是用LINE来工作 尤其我在要求我学生在学习网课的时候 一定要透过电脑的LINE 所以这个视讯的时候会非常好用 那电脑版除了这个萤幕比较大之外 还可以有很多的一些进阶的功能 比如说它可以制定聊天室分类 或是显示一些预设的关键词等等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也可以透过比较手机跟电脑上的差异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那我这边要强调一点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使用电脑版或手机版 端看每一个人自己使用的需求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 不管是手机或是电脑上的LINE 都是你去了解之后 你再做决定 当我们还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了解它的差异 之后我们才能做决定 主动权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好 最后有一个结论 就是熟悉设定善用AI 掌握群组的玩法 那为了节省时间 老师还是把画面切到我的手机的投影的画面 来操作手机的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要由这个投影片这边 转到我们的实物投影机 将我们的手机放到电脑荧幕上 给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老师的手机的画面 点到LINE 它底下有主页 我们看一下 叫做Home 还有聊天 还有通话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按到主页之后 右上角有个齿轮 我们将齿轮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进到设定的画面 那因为我是用中文版 如果各位用英文版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settings进来 就有你个人的account 还有prefacy 还有等等这些 那当然这边 我们今天主要来介绍 叫做mylabs 这个labs就是有在我这个iphone上面有三个功能 我都把它打开 就是我们同影片上说的聊天室分类 那第二个叫做使用预设浏览器开启连结 第三个叫做聊天室内建 内建媒体搜寻功能 那浏览器开启连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直接在line上面看到有一个连结 点下去就会带我们到一个网站 可是带我们到网站通常都是需要有browser 也就是浏览器 那以前它是内建的 以前它是有内建的 那我们现在是使用我们手机本身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们手机老师的使用google com 那有些人是用safari 或是用其他的age等等 那你只要设定好自己的浏览器 它就可以直接跳到浏览器打开就可以了 那还有就是聊天室内的 直接也有teword去可以search 找到你的相关的一个聊天的记录 或是关键词等等 那什么叫做聊天室分类呢 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当我们进到聊天室的时候 各位仔细看在上方就有四个功能 分别是全部好友群组还有官方账号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的需要 比如说我们看好友或是群组 就可以直接找快速找到或是官方找号 那这个部分就很容易让我们去操作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一个技巧叫做匿名截图 那首先我们点到聊天进入一个聊天室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AI席作班有15个成员 如果我想把这个我们的画面做一个截图 我只要按住它 按住它不要放的时候 它就出来一个选单按下截图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截图 按下去之后它会选择你当下的聊天的讯息 如果我们往上卷 我要到上面一起把它截下来 只要点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它就 这个叫做长截图 可是这个截图的时候 有带着我学生的名字 我想把它匿名处理 在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位就变成火箭 火箭包山 这就是我们再往上走 月亮 器额 这边都是器额 然后我们按下截图 它就可以把这一串变成匿名 然后把它抓下来 那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一个 叫做下载 download 它就已储存 已储存以后我们进到照片 里面 箱部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截图 这是上一张的截图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保存下来 这个 本来的名字变火箭 火箭 高山 月亮 器额 所以这样就可以把这张名字隐藏起来 这就是我们叫做匿名截图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个AI的工具 叫做AI小帮手 那还是一样我们从主页这边进到聊天 因为我们有分组嘛 所以我们聊天是有分类 所以我们从官方账号点进来 那我把这个AI小帮手放在最上面 各位可以看得到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的AI的一些账号 不只是AI小帮手 还有Chain GPT 今日陪我聊天 还有买AI channel 这个是自己透过 OpenAI的一个API的程式 自己写一个小程式放上来 那我们进到这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小帮手之前我跟他对话的一个经过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个报导 那我这边有问他很多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 使用Chain PDF工具和PDF档案进行交流时 比较免费版本和付费版本之不同 所以小帮手就马上回答我 所以我们在这边问他什么问题 他就很快地回答 那我给他一个连结 我什么都没有讲 他就会根据这个信息 他说这是关于尔湾市发生 入市盗窃的案件的资讯 他把它摘要分别列出来 那我就说提供更多详细资料 那还有就是画图 我这边举个例子 一个老师在教室教导学生 如何使用手机的LINEAPP 学生都很认真学习 而且是高解析度的画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他给我生成三张图片 这是一个插图 那我重新再画一次 他又出现三张不同的 那我再问他说 请将以上插画的老师 换成英俊的男老师 学生角色更换为中老年人 高解析度照片的风格 他说对不起 我无法直接更改 之前提供的插图 所以他必须要重新给他提示词 不能直接对话叫他改 你只能叫他再做一次 但是改内容必须要重新写入提示词 那我就重新写 画图空格 一位英俊的男老师在教室教导中老年人的学生 如何使用手机的LINEAPP 学生们都很认真学习 那这一次我改成高解析度照片 请各位仔细看 这好像是卡通图案画出来 那高解析度照片就变成这样 这看起来像照片的品质 可是他画出来也不是我想要 我是说英俊的男老师 这看起来不像英俊的男老师嘛 然后学生是应该中老年人 什么学生都看起来像小学生 那我重新再请他画一次 他还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所以这个插图或是照片 他在理解文字上还是实际上有差异 不过他至少可以生成一些图片 那我们直接把他丢了一个YouTube影片进去 如果这个连结我们点他 他就带我们到YouTube的网站 那我们叉叉关掉就回到这边 我丢给他的时候 这个小帮手就马上把重点摘要列出来 很快列出来 这就是我们直接使用小帮手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翻译英文 直接打上翻译 把这段讯息给他之后 他就很快翻译成英文 那他底下有提供了一些范例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 比如说提供细节 他就会提供更多细节 可是这个部分他没有办法 那我们再写一个给我参考看看 那我们就按照他底下一些提示词的说明 就可以直接来操作使用 接下来我们要去介绍这个怎么样来做语音输入 点到键盘之后 旁边有个麦克风 直接按下去就可以说话 这个红点 那我们先想好我们要问他的问题就可以来请他来回答 请问您LINE APP里面有哪些新的功能 请详细的条列出来并举例说明 当我录音录完以后把它按暂停 这个有13秒直接按传送出去 丢到这个聊天室之后 这个13秒钟 我们在按播放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刚刚自己的录音 这时候他就可以去由声音去解释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我列了一段录音之后 他包括最新的功能 就列出来在这边 可见他听懂我讲的中文 这个录音档 他直接这样就很方便 不用我们之前像都要打字 我们再来试一次 画图 请画出一个小男孩跟海龟在海边野餐 非常愉快 那这个是需要照片的品质 好17秒钟 那我看看他可不可以听懂我 想要画图的一个要求 看他可不可以生成图片 他已经很快速生成了一个图片 一个小男孩跟海边 跟海龟在海边野餐 这就是他画的图 那我们可以用讲的代替用手打字 这样子也很容易输入文字 好那你点下去这个图就可以 看得到这个图我们可以做一个分享 或是做荧幕截图 就可以把它 实际上这是一个网站资料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 把它做储存复制开启图片 储存在相簿中 它就可以回到我们相簿里面就可以把这张图片就进来了 好这个只要差不多3到5秒钟就画出来 而且画得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小帮手很多一些功能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它来用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用GPT或是Copilot来使用 只是我们在Line上面就很容易 很快速就可以来用 然后等一下老师还会介绍 在群组上也有一些功能可以一并的使用 那我们现在接着来介绍群组的一些特殊用法 从主页进来点到聊天 各位可以看到群组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得到老师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群组 如果你查看主页 我的群组有56个 好友有1100多个 那我们这个群组你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来设定 比如说我最近有一些工作需要 我被受邀去洛杉矶侨教中心 以及那个Orange County呈现的侨教中心 分别要举办两场大型的讲座 一个是在4月的14号 一个在4月21号 我要讲AI防诈骗 还有一个叫做AI挤烂救助 所以我就成立两个群组 那我工作上就可以直接来用 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叫做 Only me就有一个人 这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比如说我想要处理照片 我就点一下照片 这边我们就把刚刚那个照片拿出来 来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在这边我想新增一个文字 早安 那这个文字做出来之后 我还可以给它做一个颜色的更改 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这边大小可以调整 这个粗细可以做的调整 这就类似长辈图完成 那如果这个字的位置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它移走 把它移旁边或是转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们转成这个角度 当然我们还可以加上贴图 比如说 找一个贴图 比如说这边有个猫猫虫 我们就把猫猫虫放在旁边 按完成 当然其他还有很多 各位可以自己慢慢去玩 按传送或是下载 那我们就把它按传送出去 它就可以分享到自己的群组 因为这个是onlyme 所以我可以在照片分享之前 先在自己这边做个实验 等到调完以后 我们再按下去这个 原来我们做完了这个 再去按分享 这样子才不会有失误的情况 再分享到我们其他的群组 比如说分享到我们有另外一个群组 Life is good 它就分享出去的 所以这样做有个好处 你个人群组可以自己在这边创作一些 比如说创作一些动画 或是练习一些文字等等 这些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这边个人群组就用很多一些功能 把他档案或是讯息 把他留存下来 这样子 免得我们直接在真正的群组 在发送文件的时候 或是发送图片的时候出现错误 除了这个个人群组之外 老师也创建很多任务群组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 我要办两场讲座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工作嘛 所以这个两个讲座 我一个叫做AI防诈骗 另外一个叫AI急烂救助 那这个群组我直接创立之后 除了我自己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群组里面 我还邀请了AI小榜首进来 所以这个群组我就可以在里面准备 我需要做讲座的演讲的内容 把它相关的题目放在这边 比如说外切GPT诈骗怎么预防 这些收集的资料就会放在这个群组 这样子有效于去分明别类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急烂救助 这也是利用AI来做一个准备工作 我要教导大家在洛杉矶 有怎么样去做准备这个急烂救助 预防灾害的发生 提早做准备 比如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做什么 那这些我跟AI的对话也是放在这边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群组里面还是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AI小榜首 就可以当我在做演讲的题目的收整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这个群组来做 平常看到的东西就放进来 那另外我也有做了一个叫做诗词文学 比如说在拆灯笔的 用AI做拆灯笔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元宵节我跟同学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AI小榜首 请你以国学大师的角色 创作一个元宵节灯笔 而且要兼具有趣味性和知识性的谜语和谜底 他就把我设计的谜语 灯笔的底 他谜底是这个 这就是我在这一个诗词文学里面做的 我就要再写一个 另外我请他写一首春天的古诗 翻译成英文 这都是AI小榜首帮我做的 而且动作也很快 就是一下就生成 但是我有一个群组或者任务 不同的分类 比如说在这边有诗词文学 防诈骗 AI wish list 当然还有培疗强身保健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平常在使用群组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设定就可以 好的手机这边展示先告一段路 我们把画面还是切回我们电脑的这个投影片 然后我们再从投影片这边转到老师这个电脑版的LINE在这边 我们把它切换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电脑版的LINE在这边 可不可以进来 这个除了荧幕比较大之外 它还分成两个column 就是这边好像我们手机版 可是这边是它的内容 譬如说我选到某一个位置 它的内容是什么 那在左边有聊天 然后这个是好友 这是家群组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群组 那在这边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就是说我们聊天室这边进来就有很多分类 各位仔细看 这个上面就有很多分类 分别是全部家人AI 网络课程 集乌招租 好友 群组 官方账号 这都是我自己建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LINE的电脑版这边制定一些账号 分类 那我们在手机上只有全部 还有叫做好友 群组跟官方 那我自己建的 那这边有出现 点的时候就代表 New Message进来 所以平常我要看家人 如果有新的讯息 我就点家人 如果我要看AI相关的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我自己的分类 这都是我AI的群组的一个自己设定 包括刚刚我们介绍的AI小帮手 各位可以看到刚刚的聊天记录 包括我输入了语音 就很清楚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看网络课程 这是我们上网课的实际的情况 还有我们好朋友也有一些聊天 然后群组 然后官方账号 这都是一个分类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它出现了一个标签 有AI 有老师或是Stand 是因为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我在设定的时候 我可以给它一个关键词 它就可以出现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设定 进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我是用繁体中文 我也可以改成英文版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对我自己的头像做调整 那我们在聊天这边就有很多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字体的大小 聊天室的分类打勾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刚刚有自行设定的一些分类 那我这边要介绍叫做关键字提醒 当出现这些我预设好的关键字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像底下这个 就有label出来 就有这个label跑出来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群组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有老师跑出来 这就是我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有老师 点进去之后 它就有关键字被找出来 当然这些长辈图我们不用管它 可是在某一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有这个标示 AI或是这些跑出来 因为我们群组里面的讯息太多 常常淹没在海量的这些群组里面 那我们要找到关键词的话 它预先设定好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找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边 康建杂志有我的名字 还有AI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 它这边提到我的名字 还有AI的聊天讯息 我们也可以很快速去把它查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很容易用这个关键词 在电脑上就可以快速的搜寻 那当然这个边我们还有其他的电脑功能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介绍手机 那电脑这个部分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们可以另外再找时间再跟各位详细做说明 那手机的部分 请各位先好好地学习一下新的功能 能够尽量能发挥出来 那我希望各位同学可以善用LINE的功能 就像我刚刚在结论这边有提到的 熟悉设定 然后善用AI功能 掌握群组玩法 那以上就是老师很快介绍LINE这边的一些新的功能 然后也希望同学们尽可能去试着使用它 那等一下我们会进入到Q&A的时段 那希望大家可以将自己的问题提出来 那我们也会尽量的针对每一个问题来回答 那今天的这个网路直播先暂时到这边 那预祝各位学习一块身体健康 拜拜